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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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目前有个小问题 在720P模式时 一些桌面空间的尺寸会出现变化 比如说这个时钟本来应该是4×3 结果720模式下变成了4×5 硬生生挤走两行图标 如果你桌面有空间 有图标的话 一切换分辨率 精心排列好的桌面布局就全乱了 这个问题只能等小米更新系统解决 外观方面 后盖当然是陶瓷了 小米这次在陶瓷上又搞了个新颜色 本来应该叫借蓝 但为了迎合市场还是叫了宝石蓝 这样加上之前的翡翠绿和经典的黑色 MIX3目前有三种颜色 没有白的 至于10GB内存的至尊版 是在蓝色的后盖上纹了一个中国神兽谢质的纹身 我是真想知道这两个字不查字典有多少人会读 国内厂商在奢侈品设计院 跑车之外 又找到了一个可以提升手机外在价值的方式了 说不定哪天谁家手机后盖上就纹个竹鼠 侧边框因为滑盖结构变成了两层 陶瓷是彻底没戏了 只能用铝合金 而且在我们拿到的这个蓝色版本上 前后边框颜色还不一致 介意的话你只能用黑色版本 这次小米用7075T651铝合金 这个型号说起来谁都不懂 我就查了一些相关资料 主要是说这种铝合金强度更高 而且经过了热处理和预拉伸 所以硬度和耐磨程度都有一定的提升 算是弥补了边框没有陶瓷的遗憾吧 陶瓷与铝合金结合 机身缝隙也比MIX2S更小了 做工确实出色 不过代价嘛 先是机身厚度8.3mm 跟10R是一样的 然后重量达到了218克 比10SMAX还多了10克 贴个膜 带个套 欢迎又一款手机加入半斤阵营 虽说陶瓷后盖不带套 磨损程度也不会太大 但是它本身还是脆 又滑 加上指纹收集 仔细权衡的话 还是建议带上官方送的保护套 说到保护套呢 这次官方送的还是塑料的 手感就是普通的磨砂 底部做了切割 避免影响滑盖弹出 实测确实不会影响 滑盖滑盖能看见藏起来的前置摄像头 而且还是两个 中间是真正的电话听筒 屏幕面板上方只是一个开孔 右侧是一个闪光灯 自拍的时候不光用的 我这种不自拍的人用不上了 当然 这种通过隐藏前置来实现无刘海的全面屏 我们之前见过两个 MIX3是最特别的 这次使用的是滑盖操作 表面看起来很复古 但其实内在结构跟之前用的弹簧式机械滑盖结构有所不同 在整体式的铁片滑轨左右 各有两块铝铁棚磁铁 利用磁铁之间同级相斥 一级相吸的原理来提供阻拟感 如何形容这个感觉呢 你就拿两个磁铁 把它们相互靠近 会感到斥力在逐渐增强 一旦过了中间交叉点 又会被反向的斥力弹开 这就能很好的体会到MIX3滑盖的手感了 有了这层磁力 平时滑盖的位置还是很稳的 上下不容易晃动 但是左右会有一些轻微的晃动 前后面板之间的缝隙 我的这一台左边有一点点缝 可以插一个A4纸 至于静灰和松动之类的 要靠时间去验证了 不过虽然推开的阻力不大 但是现在屏幕上都有输油层 手指和屏幕之间很顺滑 再加上后盖 如果手上油大或者失手的时候 滑盖成功率会大幅度下降 我刚拿到手机的时候 也是没办法推开滑盖 擦擦手 抹抹水油层 不成功还好啊 一旦成功之后 这两天无论是写稿还是查资料 只要陷入思考 都要拿起手机推开官商 推开官商 真的很减压 等会你们可以数数 光录这个视频我就滑了多少次 小米说这个是减压神器 像我压力这么大的人 写稿的时候一着急 我就能滑个几百次 说不定哪天就给滑坏了 另外 推开滑盖的时候并没有防务处 很容易激发长按或者下滑上滑的操作 这点需要改进 推开时有一个小的光效 但有的滑盖不能只是玩啊 MIX3可以滑开滑盖接听电话 也可以滑盖掉出工具栏 还可以滑盖弹出指定应用 但你只能三选一 调整相机就不能再掉出工具栏了 在玩游戏和看视频的时候能呼出一个设置 开个误扰模式挺方便的 小米重点说了 BGM 功能 还有一个我很喜欢的自定义声音 这下平时玩滑盖的时候更模型了 不过我是建议能加个快捷开关 因为这种声音适合自己一个人的时候爽一下 公共场合你这么用 你是解压了周围的人容易加压 这次MIX3用的还是845 在调教策略上有了一些进步 简单测语级吃鸡 全高清模式 平均帧率39 波动不太多 基本算是全程流畅吃鸡 看CPU调度 大核心全开 偶尔略有降频 掉电11% 温度上没有出现过热或者热量聚集的问题 没有发现Rs存在的大幅度降频啊 关核2的问题 进一步的结论等我们循环吃鸡测试了 不过玩游戏的时候发现 MIX3又变成单元升器了 只有底部右侧的开孔发声 而且在外放的时候 整个背部中下部分也会跟着一起共振 振的还挺明显 于是我又试了一下接打电话 这机器居然有了通话漏音 实测最大音量时 即使合上滑盖 别人也能在一米开外 听见你通话的响声 有点在致敬MIX一代吧 电池容量相比Rs有了一些小退步 少了200mAh 只剩3200mAh了 不过快充上 支持了QC4加高速快充 但依然只给QC3充电头 最高充电功率18W 之前Rs尊享版才搭送的 无线充电底座 现在成标配了 最大充电功率10W 某些公司真应该学习一个 解锁方式上 相较于上一代MIX2S 没什么变化 主力还是后置指纹 不过做的比知情更平了 但小米8系列探索的那些 什么3D结构光 屏下指纹什么的 通通没有 这次倒是有了人脸解锁 但平时摄像头藏在滑盖后面 所以抬起唤醒 双击唤醒 只能看个时间和通知 真想要解锁 推下滑盖 露出两颗可爱的摄像头 啪 因为没有红外补光 目前也不支持柔光灯补光 所以暗光下还不能用 想要用的舒服 后置指纹吧 5G的网络支持 之前传闻了很久 不过没有在这次的量产版本上出现 主要还是因为 现在即使卖了 你也没地方能用 期待5G网络的推进吧 最后说说通话 刚才讲的通话漏音 不过并不影响你自己接听时的音量 通话增强的效果确实有一些 但是在嘈杂的环境下 对听清通话内容的帮助不是很大 爱否品质二手商城 已经支持了花贝三期免息 让你购机无压力 另外双11 为了好事成双活动 在爱否回收小程序参与回收 在享受全网更高价格的同时 还可以获得最高200元的额外返线 让你能够满血备战双11 同时成功购机或者是参与回收的 都可以抽奖 百分之百昼奖 iPhone XR等您难 由于这次滑盖的加入 接听电话有了两种姿势 打开滑盖关上滑盖 实测下来虽然打开滑盖的时候 耳朵不容易贴到听筒上 但是通话音量和音质并没有受到影响 拍照方面 自从小米6和Note3之后 双摄1200一套永流传 传到MIX3这一代 还真没有因为滑盖结构受到影响 仔细看看是因为摄像头 比前代的2S更突起了 跟2S简单对比几组样张 会发现在成像风格上非常接近 宽容度与细节上也是基本一致 看来真正的优化是在新功能上的 比如说手持超级夜景 比较样张可以看出 开启超级夜景后 夜晚成像亮度细节大幅度提升 也没有出现失色现象 出片时间仅在2秒左右 而且只要你不瞎晃 出片成功率非常的高 前置主摄像头像素有2400万 看起来很可怕 不过单像素仅有一mio 静光量有限 弱光环境下会采用4和1像素模拟1.8mio 辅助是一颗200万像素的摄像头 主要用来提升虚化效果 并且在拍视频的时候也支持实时虚化 但建议拍摄背景不要太复杂 否则虚化边缘会变得很随远 视频方面 即索尼三星华为之后支持了960帧超级慢动作 还有个发布会没提的细节 这次视频拍摄支持4K60帧了 不过跟XS Max对比的话 会发现目前4K模式下 小米的这个防抖不知道是开启还是没开启 总之效果并不好 而且相册回放还不支持60帧 在AI上有了一个小变化 是加入了一颗独立按键 目前可以自定义的功能并不是太多 短按唤醒小爱 按住跟小爱说话 双击设定一个小爱的自定义功能 并不能根据场景来切换不同的操作 这一次小爱同学还能识别你唤醒他的音量 并调节他的说话声到一个合适的水平 不过实测下来 小爱同学唤醒的时候 那第一声 我在 还不太能根据你的声音进行调节 只有之后的对话内容 音量调节才会起作用 这就是我拿到这个机器30个小时 能体验到的所有细节了 接下来关于长时间游戏的稳定性 发热以及充电续航等等 需要路遥之马力的环节 我们都会实时更新在手机评分小程序上 而这部MIX3到底该如何评价 还请期待以后的正式评测 再说一个事情 11月9日我们要在北京举办 爱否科技2018秋季新品发布会 会有神秘新品闪亮登场 届时会在斗鱼平台全程直播 欢迎扫二维码 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和斗鱼直播间 随时获取发布会的最新消息 10月9日 斗鱼见 哈